在一开始开场的时候 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双方 就很激烈的一个角力 因为根据这些国际的一些会议 这些惯例 可能在一开始的一点点的时间里面 可能会开放媒体 做一个拍摄跟采访 但是可能是两分多钟 三分多钟等等 那在这一次也是如此 在杨洁篪说过的话 还有这个布林肯说过话之后 根据媒体的报道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因为中国大陆方面 一个很冗长的发言 那里面是非常强力的批判 美国的政策 所以美方又把媒体再召回来 所以这一点很多人都分析说 这是一个怎么说 是一个一开始就是很剑拔弩张 很高度角力 或是那种热度很强的一种对话 那我们看到目前的讯息里面 传出来的是 布林肯一开始也是 针对美方所在意的一些国际的一些重要的议题 尤其是在美中之间 比如说他特别又把关于民主啦 人权啦 还美国所认定的 应该以这个规范为主的 这个国际秩序 区域秩序 这方面的这个美国所重视立场提出来 所以也提到了包括像新疆 香港也提到了北京对于台湾的一些作为 还有在一些重要的区域议题上 美方的担忧 那马上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方面是针锋相对 因为中国中方的代表马上就说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讲过 是属于内政 不容外面这个有任何的干预 那同时也是一有所指说 美国并不是世界的主宰者 美国是美国的美国 意思是说 你们在人权记录上 也不见得像你们讲的这么好 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 可以对其他国家的一些政治啦 内政来支持点点 所以双方的对话 这一开始就非常的白热化 这也可能是出乎一般的外界的预料之外 因为我们知道 如同我刚刚所说 本来的对话是设定成九个小时 时间是非常的充裕 那九个小时时间 其实是比之前的四方对话 视讯会议 还有美日跟美韩的这个时间来得更久 但是一开始所传出这种高度的这种 角力啦 白热化的讯息 也不禁让大家会想说 未来的三个场次的对话 会如何去做应对 去做举行 那其实在这次的对话之前 其实美中已经有互相放话 的一个这个状况的发生 因为我们看到美方的高层 还有中国大陆的高层 就各自彼此所在意的一些事情 所坚持的原则 其实已经在媒体公开 讲过非常非常多次 所以一般人会说 那这一次因为是美中高层 在拜登政府就任之后的第一次 直接高层的不是透过视讯 而是面对面的对话 所以不可能是一种试探性的 就是说双方把立场再度讲清楚 你认为什么事情是重要 你的原则是什么 我方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所认为重要的一体是什么 先把这个各自立场表态表态清楚 然后就一些实质更细部的问题 那达到一些对话啦 交换意见也好 或是针锋相对也好 那么到了这次会议召开之前 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个迹象 这是华府跟北京都有一点刻意 要降低怎么说 降低外界的一个期待 降低外界的期待 认为说尤其美方说 这是属于一次性的对话 而且会跟未来所谓的 一般外界在揣测的 拜登跟习近平这种高层的对话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中国大陆有类似的一个讲法 但是一般会认为说 美中高层直接对话 直接会谈 直接交换意见 也是一种象征意义了 有实质在谈话 但是彼此愿意对话 愿意接触 其实已经有很深的一个象征意义在里面 那么我觉得这也是拜登 上台之后非常符合他的一些 外交政策的一个路线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 他整个的规划是先 亲疏有别 先四方高层 美日印澳 这是一个很早就设立的一个机制 不过在川普任内 把他的重要性往前提升 那在拜登的任内呢 很明显他透过这个 四方对话的机制去凝固 所谓美国认为很重要的盟友之间的 一个合作的关系 而且是重新界定 彼此所认定的一个挑战 那之后呢 才去日本 才去韩国 那也是彰显说 日本跟韩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刚一开始所说 美日同盟也好 美韩同盟也罢 是美国在这地区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基石 因为我们知道从二次大战结束后到现在 美国能够确保他的区里面的一个领导的力量 发挥他的影响力 很大的比例是透过这种双边的联盟 尤其是日本跟韩国 那最后一个就是所设定的是美中 因为根据拜登上台之后 所有的一些政策的基调显示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立场 其实是要呼应他整体的外交政策的施政 意思是拜登所有的官员包括自己 不管是国务卿布林肯 或是国安顾问苏利文 在很多场合里面都找到 一直讲到说 美国要重新把外交找回来 这其实针对过去民主党所认为 在川普执政的这四年当中 美国基本上对于过去的盟友 不是那么的重视 动辄去批评他 或动辄去敲打他 那如今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很重要的外交的重点 我们在过去也谈到是 希望能够让美国恢复全世界 全球的领导威望 威信跟地位 能够去修补美国的联盟 所以他用的字眼非常的重 是叫做修补美国的盟国的体系 用这样的状况之下 再结合什么呢 结合美国的这个多边精神 多边主义 意思是说在川普时期 很多国际关系里面的退群的作为 不管是国际组织也好啦 区域组织跟机制也罢 拜登政府到重新让美国跟世界 跟区域连结 那这里面也包括所谓的亚太地区 印太地区 也包括全世界里面 比如说像世界卫生组织 像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等等等等 美国重新回来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拜登政府认为说 这样才有办法去实现 美国所设定的战略目标 那这战略目标是什么 其实基本上是非常符合 二战结束后到现在 多数美国的领导者 所共同所设定的 心里面所认同的 就是说必须要确保 美国的全球领导的地位 包括区域 只不过拜登政府认为说 在过去川普四年任内 其实很多地方没有做好 那最重要的地方是因为 川普政府喜欢单打独斗 那如今拜登政府 所高举的政策是 把外交找回来 把多边主义的精神找回来 要重新去跟世界连结 所以他比较掌握的地方是 要透过盟友 就刚刚讲的 比如说像日本像韩国 还有一些伙伴 还有一些区域的机制里面 大家共同去实现 这个战略目标 那所有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 这个美中的一个对话 那同时拜登政府 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态度 他基本上还是很强调 是engage 就是接触 打交道 那这一点其实也跟过去 川普任内 尤其是最后一年两年 还是有不同 因为川普政府最后在 尤其在2018年之后 对中国大陆是采取 非常强势的作为 那基本上他所设定的一个逻辑 是说过去美国的政策 打交道的政策是失败的 所以我必须重新 有一个方法 用更强硬的手段 跟北京来施压 那拜登政府基本上呢 他还是反对 所谓的脱钩的概念 他认为说 美中是属于非常高度的竞争 甚至拜登总统自己讲过说 中国大陆是美国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者 那布林肯也讲过很类似的话 那基本上他会认为说 中国大陆是美国在21世纪的地缘政治上 最严峻的最重要的一场考验 所以目前美国的政策是 即便认为中国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挑战者 最严峻的一个竞争对手 但是还是认为要打交道 因为如果不这样认为的话 不会有这么快拜登政府在上任 1月20号才就任对不对 进入美国白宫 在目前在这个三月份 就有所谓的美中之间的一个高层的对话 但如同我们刚才所分析 目前的状况是会议还在进行当中 如果按照表定的规划 媒体的报道是有9个小时 各三个场次 一直要到明天美国当地时间 整个对话才会告一段落 那在一开始的开场 这种高度的针锋相对之后 美中双方的官员 能不能真正平心静气坐下来 除了宣示你所宣示的一些基本立场 原则跟表态之外 有没有办法对一些实际的议题 有进一步的沟通或协调 那这些议题可能也很多很广泛 比如说拜登政府所讲的 在哪些议题有合作或协调的空间呢 首先是包括像COVID 这个全球肺炎的疫情啦 还有美国非常在意的气候变迁的议题 还有一个就是全球的这种反扩散 还有军备管制 那这几点其实是美国一开始所讲 他认为跟中国大陆有协调跟合作的空间 那其实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北京也有释放相对应的讯息 他认为是 但是我们也知道美中之间 有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彼此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一些 潜在的矛盾 比如说战略互信的不足 那这一点在未来的一阵 这个时间当中 能不能透过这次所谓的高层对话 能够往前有进一步的可能性 目前真的是有待观察 所以这一点也是 我想在未来 不到一天的时间之内 相信是全世界各国的媒体 都很重视的一个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